大家好,我是Hidy 上一集的胸胸相講到一半 接下來就要講到另外一半 事不宜遲我們繼續看下集的分享 然後到一個眼霜 我上年也有提及過,我終於用完了 這個眼霜非常好用 如果你的眼睛早上會有浮腫 又要喝咖啡去消腫的話 其實這一款的眼霜是非常幫到你的 它的效果都蠻明顯的 但除了消腫之外,我不覺得它有其他功效 不保濕,不滋潤 如果你是油性肌膚夏天去用 我覺得都蠻喜歡的 但如果像我這樣,乾性肌膚 除了消腫之外,它就沒有其他效用了 所以你問我會不會回購呢? 嗯,一半一半 我又不會覺得一用完就要馬上買回來 但我又覺得某程度上 某一天,可能我會記起它 又會買回來 之後就到Etohouse的 Serum 這個 Serum 或者是說Etohouse的Skin Care 對我這些輕熟年紀的肌膚來說 就真的不夠力了 如果你是大學生的話 我覺得Etohouse的Skin Care 其實都蠻適合你 它不會太過滋潤,也不會太過無感 但如果你和我都是差不多年紀的話 我覺得它就真的沒有用了 然後Clairs這個Midnight Blue Carming Cream Clairs我都用完了 你們看一下 Jar也不能靜 這個我之前的GifAway都送過一口出去 這個Clairs我會不會回購呢? 假意時日我會 因為如果你的臉是敏感、刺痛、容易刺激的狀態 用它是不會有刺激感的 它是塗上臉是沒有感覺 不會有刺痛的感覺 沒有的 它不算是那種很滋潤的Clairs 但你塗完後 都會有保濕的感覺 不會塗了它好像沒有塗的 所以我自己其實都蠻喜歡 特別是它可以降紅、降敏感 這個功效是蠻刺激的 所以其實我是會回購的 然後就到Palmera的Pillin Facial Model 這款是那種很久以前很流行 塗在臉上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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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我喜歡的產品 然後就到雪花秀的Overnight Vitalizing Mask 這個面膜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首先它的味道 是沒有其他產品 即是沒有雪花秀其他產品 那麼中藥味那麼難受 它是比較容易接受 而且如果它是中藥味 你整晚聞著都睡得不安樂 所以它聞下去是蠻放鬆的 而且它的質地滋潤得你不算太黏 即是你不會很擔心自己睡覺之後 整面黏了層 你不會的 薄薄地一層去塗 好像塗完Cream去睡覺 第二天起床 你的臉會有光亮亮透的感覺 然後滋潤感非常足夠 一個星期其實用一至兩次 頂籠兩次我都覺得非常足夠 所以這個其實我是有貨妝Size 亦有很多支這些SampleSize 是會繼續回購去用的 之後就到Malfita的這一支 噴噴了 它是那種一半水一半油的質地 你會看到是透明和黃色的 你買的時候 因為平時的Spray噴出來是水 然後噴在臉上很快就會蒸發 臉依然會覺得乾 好像沒有保濕過的效果 之後我用了這個Malfita 我覺得噴完是有保濕滋潤的效果 不過因為它都頗油 所以我覺得它做完臉後有一點油油滋潤的感覺 或者令到我本身化了的妝有一點變質的感覺 所以後來我也不算太喜歡它 所以暫時我都沒有回購的衝動 之後就說一個在日本買的防曬 這個是Benefit的防曬 這個防曬主打是滋潤型的 那時候我都覺得 我平時經常都嫌防曬塗完會很乾 用這個就對了 不是 我覺得它太潤了 連我這個沙漠肌的人 輕熟型肌膚的人 我都覺得它太油潤了 它塗防曬上臉上 是不會有平時的一層東西 或者很酒精 或者很泛白的 但是它塗完之後 臉上是油的 然後等很久都上不到妝 而且它不便宜的 但是這個牌子因為它都很出名 它很多產品都有人推介 但是它又不便宜 所以我更加要告訴大家 如果去到日本 千萬不要買它的防曬 然後我就開始想說一些化妝品 化妝品第一樣就是 Mono Eyes Eyeshadow 它的色號是36號色 這個眼影我已經用到 其實拿不到的 所以沒辦法了 都要扔了 我想我的collection裡面 超過二三百隻眼影的顏色 它是我頭三位最喜歡 但是這個想回購都沒有 因為它已經不斷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接著就到Hourglass的這個highlight 我給大家看一下它看到貼片 其實旁邊剩下很少 用掃也拿不到的 是不是很厲害 你會看到其實我只用這個色最多 因為它highlight的效果是最出的 這個顏色也做到少少的 如果你要一些很自然的 少少highlight 少少broncic的感覺 它都還做到 所以其實它還是扁扁的 但是這個顏色 它跟我臉的顏色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它又不算閃 它閃不起 在我臉上做不到任何highlight 做不到任何contour 是沒有任何作用 所以這一盒我是絕對不會回購的 雖然中間這顏色我也還可以的 但是它也不是我最喜歡的一個highlight 所以拜拜 Paul&Joe這個品牌都越來越少人提起 但是它的化妝品我覺得是不錯的 這個胭脂是04號色 大家看到我又用到完全見底 我是很驚訝自己 很多胭脂都可以用到見底 而且用到見底的胭脂也是一些我非常喜愛 放在桌面每天用都不會驗的胭脂 這一款其實很好 它可以就這樣買這個review 然後盒是可以留的 這一盒是第二盒的04 我曾經是用過一盒的了 然後毫無意外就是兩個Maybelline的遮瑕膏 這個是medium的顏色 是我最愛最愛的遮瑕膏 我覺得性價比來說最高也是它的 每天每天都會用到的 就算我不化粉底都會用到這個遮瑕膏 所以用過多少枝呢 我想六至八枝都走不掉了 但是我也有很多枝在櫃桶 長期都要存貨 我是不可以沒有這枝的遮瑕膏的 接著LUNA的遮瑕膏 這枝跟剛才有什麼不同呢 剛才Maybelline是medium的顏色 其實跟我的膚色是比較貼近的 然後我會買一些淺色的 做一個highlight可以遮瑕眼袋 LUNA這個其實我覺得是不錯的 它的遮瑕力做得好 它的保濕力做得好不會乾 然後顏色都貼近我的 但是我暫時因為有其他用中 不過如果以後我想不到用什麼 我也有機會會買這個LUNA 我真的覺得它是一個不錯的遮瑕膏 然後粉底我就用完一枝IPSA的粉底 這枝IPSA我的色號是102號色的 我覺得IPSA這支粉底真的沒有特別 我覺得它的作用只可以均勻到膚色 遮瑕膏和遮瑕膏 它做不到 一個令皮膚質素提升的效果 以它的價錢其實有更多更好的選擇 所以我是不會回購這支IPSA的粉底的了 然後就到M.A.C.的PREP&PLAM TRANSPARENT FINISHED POWDER 這個是我這麼多款透明碎粉 這種白色粉末的透明碎粉裏面 最喜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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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 它的價錢是不貴的 大約195元裡面有9克 然後它的粉是非常小 然後它真的做到透明 因為很多它說自己透明的白色水份 在我這麼黑的人上面 其實一上就會白了一塊 無論你平時不太白 但你一打燈照鏡拍照就會白了 我是很討厭的 但這個M.A.C.的水份 是真的做到透明 它遮眼底是不會乾的 如果你是很多乾紋的人 其實你可以試一下薄薄的上這個 是可以定到你的遮瑕 也不會令它很乾的 真的非常好用 在HOUR GLASS之前 我依然是覺得我會回購這一箱的 但自從我用了HOUR GLASS之後 我就有點放棄了這一箱的感覺 我覺得我會跳到HOUR GLASS的懷抱 所以對不起了 你曾經是我的最愛 但你現在只不過是排第二 眼線筆我用完了一支MODELINER 我也是在用第二支 接下來11月我會去沖繩 我想我會買五、六支回來 因為香港買得很貴 這支我是用DARTBROWN的 我是不用黑色眼線的 我很喜歡這一款的深啡色眼線 Etudehouse的眉GEL 我自己是不喜歡用的 我覺得它做不到GEL的效果 顏色不出 沒有什麼特別 而且它很濕 我覺得它不夠乾 因為濕的話 很容易塗到眉皮的肉 然後整個眉皮就會破壞了 心情會很差 所以Etudehouse的眉GEL 我以後都不會買的了 之後就到Dolly Wink 這個Folium的Mascara 這個Mascara我會繼續回購 雖然它的簽長效果做得不好 它是Folium 沒有辦法 但是它在我身上 我塗過這麼多的Mascara 可以保持最長的Mascara 而且它的優點是非常快乾 塗完它之後 立刻打黑貼 立刻閉上眼 都不會塗到整個眼底都是眼睫毛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歡這個 關於Mascara 還有這個 這個是Kiss Me推出的 專門用來塗Mascara的一個remover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我本身是喜歡用卸妝油一次過塗完整個妝 但是年紀開始大了 不是想整天擦眼的話 在卸妝前去塗了這個remover 在眼睫毛上 然後去做其他事情 大約一至兩分鐘之後 再用卸妝油全面 你就會發現 不需要怎樣塗眼 都可以塗完 很乾淨 全部眼睫毛都 自從買了它之後 我基本上好像沒有脫掉眼睫毛 除了不用睫毛夾 用了電眼睫毛的curler之外 就是它可以幫我們保護眼睫毛 不用再脫掉 然後頭髮產品 還有這個COCO CAR ARGAN HAIR SERUM 是我用過第三支 我會繼續回購 它是我洗完頭最喜歡的一個髮油 這個髮尾油我會噴四至五噴 塗完整個髮尾油後 吹頭頭就會很油順 雖然我好像沒有說服力 因為頭髮都蠻霜的 但如果我不用這些產品的話 我的頭髮好像金毛絲黃一樣爆炸 但它就不適合出街前用 因為它的滋潤性都蠻高的 所以如果天天外出街用的話 我就覺得有點黏 但如果晚上用它用來吹頭的話 我就覺得剛剛好 然後說一件女性專用的東西 我之前是在韓國買的 就是M-tone貼的 在M-tone最痛的一兩天 我就會把它貼在底褲面上 整天它都會隱隱約約有溫熱感 我覺得是有舒緩到M-tone 但會不會去到0M-tone呢 我又覺得未至於 但它至少令我不會痛到想吃藥那種感覺 會不會回購呢 我不會特意去回購這款 但我會不停地回購不同的M-tone貼 接著就到BIO的這個止汗膏 某一條的每月最愛都有提過它 非常之喜歡 非常之方便 又很細緻 帶出去或去旅行用都不會很亞位 它是一個Cream的狀態 它擠出來還有一點點 你會看到它是一個膏狀 然後塗出來是透明的 所以就不會存在 你平時噴的那些會有白色粉末 或者是很麻煩的 就算你迷你妝帶出去 在廁所噴一聲都會很尷尬 所以其實這款都蠻好的 而且它標榜自己 不是左膝毛孔令到沒有汗出 只不過是技術令到汗很快地蒸發 所以我都蠻喜歡的 很累啊 終於來到最後一件事 就是12元的洗泡水 這一款是舊版 現在你們只可以買到這一款 其實我覺得兩款 舊款的清潔能力是比較高的 我覺得最近我用新款洗這個Beauty Blender 它們是難洗了 可能洗兩三次都還有些粉底印在那裡 所以我是有保留的 但是沒有辦法 它實在太便宜了 所以我還是會繼續回購的 我終於都分享完我這半年來用完的東西了 哇,我說得很累啊 希望你會喜歡這一次和這類型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